好,我们继续 刚才那个地方呢,我看了一下 就这个地方可以不用Map函数 其实我们如果是用一个意识函数的话 也可以 因为它Map函数它是返回一个数组的 所以说我们这么用 肯定是没有问题 程序上不会出错 但是呢,用这个意识函数呢 会更加合适一些 因为它只是一个便利而已 所以说我们就把它改成意识函数 这样还会少一行代码 就是不用再去return an item 所以说我们把这个地方先给它注释掉 然后我们用意识函数 好,我们保存 保存之后呢,我们接着来继续完善iterm 我们先关掉这个list 这个iterm里面呢,我们还预留了一点 就是这个点击按钮的时候 天涯的购物车和从购物车移除的这个逻辑 我们还没有写 现在呢,我们就把它写一下 这个地方首先我们把这个test给它干掉 就是这个button的这个test我们先不用 然后保存 就这是个空button 空按钮 然后按钮的变化呢 其实大家到这儿应该能想到 就是我们之前讲状态模式的时候 用那个收藏和取药收藏那个例子 其实和这个天涯的购物车和从购物车移除 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说相当于我们再把那个地方再重新写一遍 这儿呢,如果你已经忘了那个状态模式的时候 是怎么写的了 我建议你呢,还是回去再看一遍 没必要说回去再跟它做一遍 因为我们这儿还会再写一遍 如果是完全忘了你就回去看一遍 以免之前忘掉 现在一讲又生数了 好 首先呢,我们肯定是要引用我们之前讲过的那个state machine 那个第三方的那个插件 然后我们从这个pact.dc里面直接去把那个找到 这个之前安装过,对吧 大家应该有印象 好,然后在button init完之后呢 我们就弄一个什么呢 弄一个fsm,就是状态管理 然后newstate motion 然后里面肯定传入一个很大的对象 这个我们之前说过 在这之前呢,我们先把当前的this给它保存一下 因为在函数里面去执行this可能作用又会发生变化 所以说我们就把当前的this给保存一下 后面会用到 然后根据我们之前讲过的这个state machine的这个语法 把它的文档规定 我们就直接开始写 处理化状态呢,是加入购物车 然后transitions就是那个状态变化 这儿呢,我们写两个 因为它状态变化有两种 第一种呢,是内幕是什么呢 内幕是add to cut 就是加入购物车 第一种,内幕是这个 然后from呢,是加入购物车 我们说过啊,这个加入购物车这几个字和上面这个内内的这个几个字一定要对应起来 然后to是从购物车删除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内幕是delete from cut 然后from是从购物车删除 然后to是加入购物车 我们这儿就不再详细解释了,因为之前都已经写过一次了 而且呢,我们是用这个工具当时写过一个模拟那个promise上在边画的一个例子 当时也花了不少时间 所以说我们这儿就不再去那么详细的去讲了 我就一边写了一边解释 因为我们现在呢,还没有写这个函数 所以说我们就把这个函数先给它声明一下 然后button.text 然后fsm.state 这个跟之前是一样的,就是说我们update text里面要把这个button的这个文案给它声明出当行的状态 这样的话这个update text的应该是在这个 就是这个声明完这个按钮之后呢,就最后我们要去执行一下 就处理化它这个按钮的状态,因为我们这个按钮一开始是空的嘛,什么都没有 对吧,我们要把这个按钮的这个空的这个文案呢,给它处理化成当前的这个加入购物车的这个状态 所以说我们就在这儿直接先去执行 然后每次状态变化呢,我们都去再去执行 接着写,就是从购物车删除 ondelete from cart 然后把这个函数给它拷购过来就可以了 也是执行update text 好,这是监听,就是从购物车删除和加入购物车这两个监听 这里面呢,我们是已经用的是这个dollar,这个下挖线this 下挖线this呢,是这儿获取的这个外层作用的this 其实这儿呢,你完全可以用什么,用见读函数,用见读函数 然后这里面就直接可以用this了 这个也是,可以用见读函数,直接用this 但是我这儿这么写呢,就是照顾一些见读函数不是很熟的同学 就是我们在其他地方写见读函数,里面没有用到过this的这个变量 这个地方我如果是写见读函数呢 这个this它肯定会指向这个外层作用的this 但是有些同学这个地方可能会有点蒙啊 所以说我们就这儿用传统的方式这么写 然后呢,我就在这儿提示一下就可以用见读函数 大家可以自己选择,都没有问题 OK,我们继续啊 然后我们在这个click事件里面呢,我们要做一个判断 就是a-fsm.a 当前的状态是什么呢? 当前的状态如果是加入购物 如果是加入购物车 然后就执行这个fm.add to cards 好,如果不是呢,就fsm.delete from cards 好,那这个逻辑呢,就已经写完了 我们先保存一下,然后回回头看一下 我们先把这个合并起来 就是处理化按钮之后呢 这儿有一个update text 然后这个函数完事之后呢,我们在这儿直接去执行 这样的话就会把这个端下状态的名称给它放在这个button的这个text上 就是之前的button是个空的 这样的话就有名称了,对吧,就有文案了 然后按钮点击的时候呢,我们判断当前的状态是什么 如果是加入购物车,我们就执行这个add to cards 如果不是呢,我们就执行这个delete from cards 那这两个呢,其实是在我们这个状态机中定义的 大家看name等于add to cards name等于delete from cards 就是这个名字呢,要和这儿 完全的对应起来,要不然会出错 然后这是两个状态变化,对吧 一个是from,一个to 然后这两个呢,是监听,就是状态变化的监听 如果是加入购物车了,我们就执行这个add to cards 如果是从购物车删除了,我们就执行这个delete from cards 这两个呢,其实都是我们这儿已经定义好的 这儿少了一个e,我给它加上 好,保存一下 这样的话,这个点击按钮的这个逻辑就已经写完了 这个地方就是用的我们之前写的那个状态模式里面的那个方法 完全是一样的 所以说我们就照搬过来 也是给大家一个检查自己 是否之前已经学会的一个机会 OK,那这一节我们先讲到这儿 下一节呢,我们再继续 我们再继续